在逝去的血与火的历史风云中 展现生命的丽与美和永恒的尊严 在高卢小伙子前面几步远的地方 走着装束迥然不同的一个老头子和两个年轻的小伙子 老头的穿着打扮相当华丽和富有 但是尔特利基立刻看出他是一个下等戏子 戏子已经有五十多岁了 厚厚的白粉和红红的胭脂 已经盖不住他脸上深陷的皱纹了 他的脸上没有胡须皮肉松弛一副女人像 反映着他那最卑鄙龌龊的欲念 与戏子并肩走在一起的是两个贵族小伙子 这可以从他们雪白上衣外面披着的香紫色的宽袍看出来 其中的一个小伙子大约二十二三岁的样子 高矮适中身材匀称 长着一头浓密的黑色的卷发 有着一副宁静悲哀的白皙的脸 一双会说话的黑眼睛迸发出智慧的光芒 另一个小伙子只有十七岁的光景 虽然个子不高 身体还很文弱 但却面容英俊 引人注目 他的脸部线条非常和谐 衬托着他纯洁无瑕的灵魂 身后真挚的情感 刚强勇敢的意志 坚定果敢的性格 老头子就是Metro-Bio 而两个小伙子 则是Dito,Cloratio,Caro和Cario,Longini,Caccio 我对我的不朽的至交 Lugio,Carnelio,Sola的荣誉发誓 老戏子对他的两个同伴说着 看来他是在继续在刚才说的话 我发誓 我从未见过 比Cloradia更美的女人 老色鬼 也许你淫荡的一生中 曾经邂逅过同样的美女 只不过你从来不认识 像这个淫妇这么放荡的女人罢了 是不是啊,老骗子 哎哟,诗人啊,诗人 请你不要取笑我,好不好 细子被鲁克莱修的奉承话 搞得有点飘飘然了 我对Helagres,Mosaget起誓 我还知道你的一些风流运势呢 啊,我对觊觎的女神Juno,莫尔塔起誓 我爱Cloradia,爱得快要发疯了 卡西奥叫道 他的两眼注视着威斯塔神庙前面 那会儿已经挤满人群的拱狼 Cloradia就站在那里 和他那正处于青春区的小弟弟 Cloradia站在一起 卡西奥目不转睛地望着美人叫道 你看他多美啊 简直和女神一般美丽 要征服Cloradia并不难,卡西奥 鲁克莱修微笑地说 只要你下定决心 真心希望得到他的热闻 我敢肯定 他绝不会让你痛苦很久的 Metal比尔附和道 这时候 人群又开始向前移动了 卡西奥和他的两个朋友 来到了威斯塔神庙拱狼的台阶前 他们站的地方 离Cloradia很近 卡西奥用右手在嘴唇上按了一下 表示向他打招呼 然后叫道 你好,Cloradia 你真是罗马美女中最美丽的一个 Cloradia看了他一眼 微微点头作答 然后露出了温柔的微笑 用火辣辣的眼光 注视着年轻的卡西奥良久 嘿嘿嘿嘿 这眼神中可包含着最好的祝愿呢 露克莱修对卡西奥微笑着说 你的眼力真是名不虚传呢 接触的卡西奥 Metal比尔说 真的真的 我从来没见过比他更美的女人的 但有一个人出外 他与Cloradia一样美丽 那就是希腊巨女艾奥迪彼得 艾奥迪彼得 鲁克莱修一听到这个名字 就不禁惊跳起来 他沉默了片刻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问道 美人艾奥迪彼得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嘿 如果你看到他 你一定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现在正在决斗室的大营里呢 相反 我倒觉得 这是件极自然的事情 鲁克莱修答道 对他来说 那里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了 可是你知道不知道 艾奥迪彼得 为什么要上强盗大营呢 那只是为了夺得 他们中的一个人的爱情 他疯狂地爱上了斯巴达克斯 好啊 我对赫勒克斯起誓 现在他终于找他了 与他相称的情人了 你错了 我对斯特莱特丘比特起誓 斯巴达克斯 已经轻蔑地拒绝了他的爱情 三个人都不说话了 你不知道吧 过了一会儿 麦托勒比奥继续对鲁克莱修说 美人艾奥迪彼得 曾经邀请过我好几次 请我到决斗式的大营中去 让你到那里去做什么 鲁克莱修惊讶地问 也许是去烂醉如泥吧 卡西欧说 不过这种事情 倒是你在罗马的强项啊 你们总是取下我 不过我倒很愿意到哪儿去 去哪儿 到斯巴达克斯大营里去 如果我要去那儿 我就要改名换姓乔装打扮 我会逐渐取得 斯巴达克斯的信任和好感的 等我打探清楚他的一切计划 打算和准备工作以后 我就向执政官密报一切情况 两个贵族听完以后都放声大笑 麦托勒比奥很生气 愤愤地说 嘿 你们笑什么的 两年前决斗士密谋造反 难道不是我麦托勒比奥 去报告执政官 罗克罗斯的吗 难道不是我麦托勒比奥 在父神女神弗利亚的圣灵当中 探听到他们的阴谋的吗 两个贵族又是一阵大笑 不错 我会记住的 阿尔托利姐这样想着 由于愤怒脸色仗的通红 用他阴沉的眼光 瞥了一眼正在他前面几步远的 麦托勒比奥 这时 人群已经来到了 卡比托利那山丘的脚下 来到了萨托尔诺神庙前 神庙的建筑 非常的宏伟坚固 里面除了奴马的神坛外 还保藏着法律法令和国库的钱财 聚集在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人们前进速度也就更慢了 哦 我对罗马所有的保护神启示 卡西歐叫道 这里会使人窒息而死的 是啊 这不是不可能的 卢克雷修说 啊 我对巴克斯 地奥尼笑的长春藤花观启示 一定会急死人的 美特罗比奥也叫道 我真不明白 我们怎么会钻到 这么拥挤的人群中来的 卢克雷修说 人越来越多了 拥挤也就越来越使人难以忍受 美特罗比奥 卢克雷修 卡西歐 又缓慢地走了一刻钟 几乎都喘不上气来 这才走进了萨托尔诺神庙 阿托利杰也跟他们一样 一起进入了神庙 他们在那里看到了 萨托尔诺的青铜雕像 神像的手中握着一把小镰刀 似乎是要去收割庄稼 神像的四周摆了许多农具 还许多表现农耕和牧人生活的文书 萨托尔诺的青铜像是空心的 里面盛满了象征着富裕的橄榄油 大家都把头转向了神庙门口 那面传来了一阵对萨托尔诺神的颂扬声 很快 原来挤在神庙中的人群 也被新来参拜萨托尔诺的人群挤到了笼柱旁和墙边 这群新来的人中有五十个人脸色阴沉受苦凌寻 他们抬着本城的大法官好像凯旋归来的队伍 然而每个人的手里却拿着一副铁链 哦对了我明白了 这是骂密尔迪诺监狱中等待判决的一些囚犯 按照农神节的惯例 他们现在已经被赦免了 洛克莱修说 我看看看看 令人畏惧的肯特丽娜也在那里呢 卡西欧指着神坛旁的一个人说着 只见神坛旁站着的那个骄横残暴 荒淫无耻的贵族 正在目不转睛的欣赏着女祭司们 而且把眼光盯在了其中的一个年轻的女祭司身上 卡西欧又说 不可置疑的是 就是在恋爱的时候 这个人也是残忍的 你们看 他凝视特丽娜妹妹的目光 这多么贪婪和残酷啊 正当洛克莱修和梅特罗比尔跟年轻的卡西欧 吉伦罗 谈论卡特丽娜亵渎神灵的爱情的时候 阿尔特列吉也看到了这个贵族 他的眼里闪耀的是喜悦的光芒 他开始小心翼翼的从人群当中挤过 努力靠近卡特丽娜 然而想是一回事 实现是另一回事 阿尔特列吉在向庙门口涌动的人潮的推动下 足足花费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才走进了路奇奥 塞吉奥 卡特丽娜 而那个贵族却仍然望着真女出神 阿尔特列吉在他的耳边低声说 光明和自由 卡特丽娜浑身颤抖了一下 迅速转过神来皱起眉头 用那双灰色的眼睛盯着这个流浪艺人 用严厉的几乎带着威胁的口气问道 什么意思 我从斯巴达克斯那儿来 阿尔特列吉低声回答 我是乔装改版 从阿布里亚省到你这儿来的 声名显和的卡特丽娜 我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 卡特丽娜又足足看了一分钟 这个耍把戏的小伙子接着答道 很好 你的紧跟着我 直到我们挤出农神庙去 然后 你再远远地跟在我的后面 直到我们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 再捧头 卡特丽娜和阿尔特列吉 很快就来到了凯旋的 赫拉克勒斯的圆形神庙旁 阿尔特列吉隔着一定距离跟随其后 卡特丽娜经过和克勒斯的神庙 来到了贵族真女神庙 她停了下来 等待着耍把戏的艺人 阿尔特列吉也很快来到她的面前 按照斯巴达克斯的吩咐 阿尔特列吉将他们的建议转告了卡特丽娜 并向她生动真实 而且动情地描述了决斗士大军的威力 同时她还很艺术地满足了卡特丽娜的高傲之心 她表示 这六万决斗士非常勇敢 而且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如果卡特丽娜能够担任他们的首领 他们的士气将会大增 其一人数也会在短时期内成倍增长 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们就很有把握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不出一年 这支军队就会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大军 并且出现在罗马的城门前 这将不再是虚无的幻想 卡特丽娜听了这番话 两眼迸射出血腥的光芒 在她那一向富有残忍表情的脸上 条条肌肉在不时地跳动 她握紧强有力的拳头 发出阵阵如野兽咆哮般的满意叛息 阿尔特丽娜刚刚讲完 卡特丽娜激动地 时段时序地回答道 嗯 好 你这种吉特的方式 我很动心 啊 好 小伙子 我 我不知道 也 我不愿想你隐瞒 对我这样一个罗马人 一个 一个贵族来说 一想到担任奴隶大军的统帅 我就感到特别的恶心 可是 可是一想到要统帅这样强大的军队 能够指挥他们走向胜利 我 我这个生来就是干大事的人 但我的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一亿省总督的职位 我还没有机会完成伟大的事业 我觉得这种想法真的 不要被这种想法所麻痹 不要让李治受到蒙蔽 忘记你是一个罗马人 忘记你生来就是一个贵族 如果我们要消灭统治我们的豪门贵族 我们也必须用自由人的手和罗马的武器来实现 绝不能依靠野蛮的奴隶的奴隶的叛国行为来实现 说这番话的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贵族 他个儿头很高 举致高雅 神情傲慢 他一直跟在卡特丽娜后面 当阿尔特利姐和卡特丽娜谈话的时候 他一直躲在真女神庙的墙后面 直到这个紧要关头 才挺身出来说话 轮到罗苏拉 卡特丽娜精益地叫道 你怎么在这 我怀疑这个人在跟踪你 所以我就一直跟在你的后面 因此我要阻止你迈出错误的一步 这一步不仅不会使你接近你的目标 反而会使你离他更远 但是 轮到罗苏拉 你以为以后我们有像斯伯达克斯 现在所建议的那种有力的机会吧 也就是说 我们将来还能聚集起一支 像决斗式军队这样的大军 来实现我们的计划吗 我认为 如果你接受了斯伯达克斯的建议 不仅会招来我们民族人民的憎恨 而且还会招致所有意大利人的诅咒 同时也不能为罗马贵族 为那些被剥夺的财富和权力的人 而一贫如洗负债累累的贵族带来好处 而只能对那些野蛮人 对那些罗马人民的敌人有利啊 轮投了苏拉说话时的态度 坚决而震惊 刚才激动万分的卡特里娜 渐渐地平静下来 她的一举一动都说明 她的热情在消退 当苏拉说完时 这位暗杀克拉迪迪亚诺的凶手 便低垂着头长叹一声低声说 你的逻辑如此完美 好像一把西班牙短间的利润那样 锋利无比 阿尔特里基正想试图 对轮投了苏拉说话 苏拉却做了一个五段的手势 坚决地说 走吧 你回到斯巴达克斯那儿去吧 告诉他 叫他利用目前有利的机会 率领你们越过阿尔卑斯山 回到你们各自的故乡去吧 告诉他们 如果继续在意大利境内打仗 你们只会遭到彻底失败 走吧 神灵会保佑你的 轮投了苏拉说完 一把拉住了忧郁沉默 陷入沉思之中的 卡特里娜的肩膀 向牲畜市场走去 阿尔特里基望着逐渐远去的 两个人的背影 呆呆地沉思了许久 这个乔庄的流浪艺人 决定离开罗马 他开始缓慢地 沿着通往 穆格尼亚老城门的路 向吉尔玛伦塞祠堂走去 天色越来越黑 阿尔特里基明白 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从最近的城门出城 他去捷径 来到了从大竞技场 直通台伯河的新街 又从新街 来到了台伯河左岸那条 从佛罗门塔那街 到特里杰米纳门的 漂亮的长街 这条街由于远离中心区 而且显得荒凉一片 阿尔特里基在那条街上 还没有走出三百步 就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阵 急促的脚步声 他停下来 侧耳倾听 脚步声越来越近 于是 他就把右手伸到短衣底下一把 拔出短剑 继续迅速地向前走 可是 走在后面的人显然是想追上他 脚步越来越近 阿尔特里基在街道的拐弯的地方 在林音大道旁的一棵古老橡树下 停了下来 他躲在粗壮的树干背后 屏住呼吸 他想看看 跟在后面的是 Metro Bio 还是一个急匆匆赶路的人 很快 阿尔特里基就听到来人喘着粗气 离他更近 他看见 是Metro Bio 一下子看不见前面的阿尔特里基了 Metro Bio停了下来 他环顾四周 自言自语道 爷 这人呢 在躲哪儿去了 我在这儿呢 可爱的Metro Bio 阿尔特里基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说 他决定 为了自己以前受过的屈辱 为了他给决斗士事业带来的重大的灾难和复仇 同时 也是为了消除目前所面临的危险 结果 这老戏子的性命 他用右手紧紧地握住短剑 Metro Bio 见此 开始大喊救命 阿尔特里基举起了手中短剑 对准Metro Bio的胸膛 猛刺了几下 然后 一下子就把他扔到了台湖河中 嘴里还喊道 老酒鬼 这是你一生中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喝喝水了 年轻的决斗士甩掉赵袍 一把抱住了大花狗 恩迪尼米尔把他扔到河里 然后自己也爬上了矮墙 纵身跳进了台湖河中 阿尔特里基举已迅速地游向对岸 横渡了汹涌的河面 聚集在河岸这边的人们 都在咒骂阿尔特里基 同时对Metro Bio的厄运 表示同情和哀悼 因为他再也没有浮出 波涛汹涌的河面了 阿尔特里基